我们在座所有可目真理的亲朋好友 大家平安 感谢主耶稣的带领 让我们能够进入第四个晚上的这个布道会 小弟在这里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正道 今天要跟大家正道的这个题目 在主名里面得拯救 人为什么要有名字 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 为什么我们要有名字 那为什么我们跟一般的动物一样 它没有名字 当然我们养的一些宠物 可能我们会为它来取名字 可是人很特别 人有名字 那为什么要有名字 这个名字代表它这个人的全部 也代表这个人 他所有生命的这个特性 那当我们在为我们的子女 出生的时候给他取名字的时候 你发现它都有特殊的这些含义 比如说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做以撒 为什么他叫以撒 原来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嬉笑 亚伯拉罕他的父亲 这个一百就是九十几岁都没有儿子了 但是在这个没有指望的时候 神赐给他一个儿子 他的太太也是很老了 已经断了这个生育的年纪了 当他听到神要赐给他这个儿子的时候 他在帐篷后面偷笑 所以神跟他讲 你要给他取名叫嬉笑 意思就是说 你现在虽然是好像带着这种 不太相信的那种嬉笑 可是当你真正得到这个儿子的时候 你会大大的喜乐 大大的欢笑 所以以撒的名字叫做嬉笑 以撒的名字 他就是让人喜乐的意思 那雅各的名字 我们知道他的名字就叫做抓 因为他的生命好像就是这样子 要抓这个长子的名分 要抓这个他父亲的一个祝福 用人的这个方法来抓 这个名字好像他的一个生命的特性一样 那雅各的儿子当中 他有十二个儿子 那每个儿子都有意思 那犹大赞美的意思 那约瑟增添的意思 你会看到说 原来当我们为一个人去取名字的时候 他有他的特性 这个特性可能也就是包含他生命的一个全部 那这个名字啊 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在圣经里面 他有什么含义 我们先从旧约圣经来看 我们看生命纪的第十二章 生命纪的第十二章 今天我们可能要稍微翻比较多一点的圣经 我们看十二章 看第五节第六节 生命纪的第十二章的第五节第六节 这两节圣经 这样讲 就是以色列人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 神通过摩西来吩咐他们 说你们要敬拜神的时候 因为他是神的选民 他怎么样去敬拜神 那迦南地里面有很多的义族 那这些义族当中 他们有他们自己崇拜的方式 在各三纲里面 看觉得说这个地好像不错 那就在这边建了一个秋坛 就好像我们现在的一个庙宇 一个神社这样子 看到这里不错 看到那个地方不错 就各地都有拜 可是神在这里吩咐说 不是 你们不要学这些人 就是以色列以外的人 他说你们要到神立民的居所 那为什么要到神立民的居所 因为这是一个 就是一起来敬拜 统一的敬拜 那你在统一的敬拜当中 他会有正确的敬拜的模式 你不会说我想怎么拜就怎么拜 那今天这个仪式是怎么样 我少缺一部分就少缺一部分 不是 有那个正确的 这个统一的这个规范 那我们现在就要问了 神说要找这个立民的居所 那我们后来就知道说 神设立这个 在耶路撒冷来设立这个圣殿 后来以色列人就在那边开始 圣殿就被建立的时候 去敬拜神 去那里朝拜 从各地里面去敬拜神 甚至以色列人 以色列国灭亡的时候 以色列人还是进到 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 去敬拜神 好 我们继续来看下去 那既然这样子这么重要 神立民的居所 那神立民的 那神的名字是什么 你在其他的教派里面 同样都是信耶稣的 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教派 他们在称呼神的时候 是上帝 可是你来到真耶稣教会 我们不称为上帝 为什么不称为上帝 这在传统的 中国人的思想里面 天子 像地上的这个皇帝一样 他是地上的掌权者 那天上还有一个掌权者 那个好像天上上帝 所以 我们不称为上帝 因为神只有一位 神只有一位 而且上帝 也不是神的名字 那 神的名字 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的第三章 出埃及记的第三章 十三节十四节 出埃及记的第十三章 十三节十四节 摩西对神说 我到以色列人那里 对他们说 你们的祖宗的神 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 他们若问我说 他叫什么名字 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 十四节 神对摩西说 我是自由拥有的 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 那自由的打发 我到你们这里来 这段圣经 神 拆取摩西 要带领以色列人 出埃及的时候 那 摩西就跟这个神这样讲 你打发我去 拯救这个以色列人 我们自己的民族 那 我跟他们讲的时候 神 你的名字是什么 神 你的名字是什么 那神在这里这样讲 我是 你看这里这样说 我是 自有拥有的 那 这个耶和华的意思 就是自有拥有的意思 神在旧约 用这个名字 来去彰显他 表明他是 自有拥有的神 表示以色列人 所拜的神 是自有拥有 创造天地万物的神 那这个 耶和华的意思 也包含了 他是跟他们 祖宗立约的神 所以这段圣经 这样讲 你们祖宗的神 你们祖宗的神 他们祖宗是谁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是神拣选的 第一个人 那以色列人 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亚伯拉罕的这个子孙 那 到了今天 到了今天 我们不是犹太人 我们不是以色列人 那 这个旧约圣经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神来到这个世上 因为他要拯救世人 他要来拯救世人 那拯救世人的时候 他的母亲从圣灵 圣灵里面怀孕 那他的父亲 他肉体的父亲 约瑟本来听到说 哇 我只有跟他订婚 可是这个 怎么 这个玛利亚 怎么怀孕了呢 想要暗暗的把他修了 圣灵 就是神的使者 来向这个约瑟显现 说 你不要担心 然后 他是从圣灵怀孕的 你而且 要给他取一个名字 叫耶稣 那为什么要叫耶稣 我们再看 马太福音的第一章 马太福音的第一章 第一章 我们看这个二十节 二十一节 马太福音 第一章的二十节 二十一节 正思念这事的时候 有主的使者 向他梦中显现 说 大卫的子孙约瑟 不要怕 只管娶过你的妻子 玛利亚来 因为他所怀的孕 是从圣灵来的 二十一节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救出来 那这段圣经就讲到 耶稣来到这个世上 他是天上的神 因为他是从圣灵怀孕的 一般人都是父母亲结合 这个精子跟卵子的结合 才能够生出一个生命 可是耶稣不一样 他是从圣灵里面怀孕 他不是跟 玛利亚不是跟其他的男生 乱来发生关系 然后产下这个耶稣 不是的 他是从圣灵里面怀孕的 所以当约瑟 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看 本来想要安安的修他 但是神的使者 在梦中告诉他 你不要担心 为什么不要担心 他不是乱来的 他是从圣灵里面怀孕的 二十一节又说 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为什么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耶稣的意思就是拯救者 就像下面的经文所说的 他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里拯救出来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敬拜的神 那我们怎么知道 这个耶稣就是神的名字呢 绝世来到这个世上 当他三十岁以后 他就开始去传道 那神的灵在他身上 他行了很多的神迹歧视 他借着圣灵来传讲天国的福音 他所讲的道理 跟一般的文士跟法利赛人 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借着圣灵 他从神的那里来的 讲出神的话 所以他的话有权柄 不像文士跟法利赛人 只是在知识层面的 只是在一些字句层面的 主耶稣讲的道理 充满了生命 充满了力量 充满了权柄 而且他能够行很多神迹歧视 因为他是一个拯救者 当他要准备 被钉到十字架的时候 他到克西玛尼园来祷告 他祷告的内容 他向神 求神能够去保守 这些因为信他名的人 那为什么要保守这些人 我们再来看 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 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 我们看 十七章的第十一节 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十一节 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 他们却在世上 我往你那里去 圣父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 保守他们 叫他们合而为一 像我们一样 以下省略 看这节圣经就好 你看主耶稣在这里这样祷告 他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 他说求神 借着神赐给他的名 保守他们 那其实在翻译当中 少了几句话 那这句话的意思 原来的意思是说 求神赐给 这个神的名 求神赐给你的名 你给我的名 就是你原来的名 耶稣的名就是神的名 去保守他们 原来耶稣是拯救者 也就是今天神的名字 神来拯救我们 我们继续来看下去 原来名字 在一个人的 就是我们的宗教信仰里面 那么重要 那我们再看 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 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 十四章我们看十二十三节 约翰福音十四章的十二十三节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我所做的事 信我的人也要做 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 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十三节 你们奉我的名 无论求什么 我必成就 叫福音儿子的荣耀 十四节 你们若奉我的名 求什么 我必成就 这段圣经 绝书啊 跟门徒这样讲 说我要离开你们了 为什么要离开你们 因为我要去 为你们预备地方 讲着讲着讲着的时候 绝书在这里就这样说了 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那我所做的事情 信我的人 要做更大的事情 什么是更大的事情 绝书来到这个世上 传讲天国的福音 传福音 然后行这个神迹奇事 那主耶稣在这里应许 那说 信他的人 要做更大的事情 做耶稣的事情 一样的事情 但是更大的事情 那十三节又说了 那为什么要做呢 是凭什么做呢 他说 奉我的名 无论求什么 我必成就 先看到这里 耶稣就讲 奉他的名 求什么 就必成就 为什么要奉他的名 刚才我们有说了 因为耶稣 就是天上的神 他道成了肉身 因为耶稣 他的神 他是有权柄的 这个名字 我们一开始就有讲 代表了这个耶稣 他所有的特性 所以这个名字是有权柄的 那今天呢 我们奉耶稣的名的时候 就好像什么 我们拿到一个通行证一样 好像拿到一个通行证一样 今天我们如果说 在一个国家 或者一个地区 你要奉派做一件事情 比如说要做一个公共建设 那你公共建设 你凭什么做这个事情 那你可能要拿到什么 政府最高机关的 首长的那个印证 这个是公文下来 而且上面有盖 台北市政府的 这个市长的名字 甚至国家更高的机关 我们元首的名字 那个印盖下去了 这个元首的名字 那这个我们就可以做了 所以你看这里这样讲 好像一个通行证一样 所以圣经的概念 奉一个人的名行识 就是借着他的权柄能力行识 那奉耶稣的名行识 其实在原文里面的意思 就是我们的题目 在主名里面拯救 那是因为翻译的问题 所以我们中文圣经 都是在讲奉耶稣的名 可是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是 在主名里面 在主名里面 特别如果说我们当中有人 你在看英文圣经 你就会知道说 原来奉主名的意思就是 在主名里面 在主名里面 既然是这样 他好像一个通行证 他也像什么 你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奉耶稣的名字的时候 你既然是有这个通行证 你好像是代表他的 你是奉差遣的 那这个奉差遣的人 就好像是代表这个 差派你去的这个人 那既然是这样 我们就带着他的这个权柄了 带着这个权柄 才能做更大的事情 才能做更大的事情 所以哥罗西书 在第三章那里这样讲说 我们做任何的事情 帮忙了我们说话 我们的行事 都要奉主名 奉耶稣的名 去感谢父神 做任何的事情 一个基督徒 为什么要奉耶稣的名 表示说 我们在主名里面 我们带着他的那个权柄 我们不是他 但是因为这个名字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权柄 我们继续看下去 第十四章的第十三节 这里这样讲 你因为带着这个权柄 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什么事情 十四章的十三节 这里这样说 可以向神来祈求 我们向天父祈求 然后十四节那里这样说 我们就会得到垂听 就必成就 那表示什么 我们可以奉耶稣的名 我们在主名里面 那我们可以跟神沟通 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比较不会像 一般其他的教会 他们也是奉耶稣的名 但是他们把名字放在后面 最后一句话 我们是一开始 你会发现 为什么要一开始 那就好像什么 要打通电话 你要打电话的时候 你不可能一拿这个电话筒 拿起来就讲话 你一定会先做一件事情 先拨电话号码 你没有拨电话号码 你怎么去跟对方沟通 那个线没办法连到那里 而且神跟人 其实是中间有隔队的 但是耶稣的名 我们在主里面行事的时候 主耶稣在这里这样讲 应许我们 我们的祷告可以跟神沟通 可以达到他那边 而且会成就 所以在教会里面 我们听到很多的祷告 包含我们祈求圣灵的时候 你看 奉耶稣的名祷告的时候 我们跟神沟通 祂知道我们内心所求 我们的痛苦 我们的忧愁 神会帮我们抚平 祂会担当我们的痛苦 甚至我们跟神来祈求圣灵的时候 祂会垂听 而且会赏赐这个应许的圣灵 为什么 因为我们奉耶稣的名来祈求 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 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 我们十八章 我们来看这个第二十节 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二十节 因为无论在哪里 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 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绝书在这里这样讲 有两三个人 不是人很多 只要两三个人奉耶稣的名聚会 神就在中间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灵传道在悟性祷告之前 一开始就奉耶稣的名 来开始我们的这场的 这个灵魂步道会 那一开始 那表示说神的灵就在我们中间了 只是我们看不到 神没有开我们的眼睛 但是神的灵在我们中间 在小弟过去注目的一间 小小间的这个一个祈祷所 那那间祈祷所 常常就很少人聚会 那有一次 因为那个本身信徒就很少 那聚会的时候 有一次在那边 我们自己去办圣餐 圣餐里 包含在主持的传道 跟注目的传道 跟弟兄姐妹 十个人不到 十个人不到 这样的一个小教会 那平常聚会的时候 有的时候三个 有的时候四个 那这个有一次 这个负责人 在祷告的时候 很难过 说我们这个教会 怎么那么人那么少 但是神在祷告当中 开启他的眼睛 开启他的眼睛说 开启他的耳朵 怎么那么多的 祷告的声音 不是在聚会的时候 只有领会者 我 还有他旁边的几个 一两个人而已吗 怎么那个声音那么多 然后神让他看到 原来这个在聚会当中 天使都在当中 那其实我们今天 在教会里面 在这个当中 当我们一开始 奉耶稣的名聚会的时候 神的灵就在当中 神就在我们当中 这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 我们奉耶稣的名 可以做什么事情 可以得胜 二者的权势 我们看史诸行传的 第十六章 十六章的十六节到十八节 《使徒行传》的第十六章 十六节到十八节 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 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 她被巫鬼所赴 用巫术叫她主人们 大得财力 她跟随保罗和我们 喊着说 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 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 她一年多日是这样喊叫 保罗心中厌烦 转身就对那鬼说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吩咐你从他的身上出来 那鬼当时就出来了 那你看这段圣经这样讲 奉耶稣的名 当时的使徒保罗 把一个鬼赶出去了 你怎么去对抗 灵界的这个邪灵 我们肉体的 我们怎么可能一听到 就吓死了 我们不知道怎么办 可是呢 你看这里这样讲 使徒奉耶稣的名 来赶鬼 我记得我在 礼拜三的 这个见证 有提到 那在香港有一个姐妹 她来慕道的过程 她受洗的时候 圣灵告诉她 你要去 晚与圣灵所建立的教会受洗 那其实在受洗的 这个前一个月的时候 她就开始就要报名洗礼 她就跟小弟说 你要洗礼了 我要洗礼了 那因为她慕道一段时间了 而且她也确信了 她说你真的要洗礼吗 她觉知 那我就跟她讲 你家是不是还有其他的 神明啊 偶像啊 因为她过去很虔诚的这些佛教徒 那个道教徒 她说有 她说你既然要真正觉知跟从耶稣 这个都要除掉 她说好 除掉 所以传道 那我们就开始在跟负责人沟通以后 就跟教会一起来宣布来祷告 为这个事情来祷告 我们开始到她家 去除偶像 那除偶像的时候 都很顺利 一直到最后的时候 我问她 还有没有其他的 她想一想 好像还有 然后她就从房间里面拿出来 用一个红布包着 那红布包着的时候 那我说这个也是 我也没有看 因为我看了 我拿了以后就 奉主约出圣名 要准备敲的时候 传道 那很贵 我说 那个没关系 那很贵 那主耶稣 我说 主耶稣将来会补给你 那奉主耶稣声明 敲掉以后 那好了 那就没事了 那准备要洗礼的前一个礼拜 那前一个礼拜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洗礼 因为那个时候她也得到圣灵了 那魔鬼就开始来干扰她 那魔鬼在干扰她的时候 先从她的女儿下手 跟她一直肚子痛啊 怎么样 然后呢 甚至于在她晚上的时候 让她睡不着 有声音 甚至显现来吓她 她刚开始吓到了 吓到怎么办 因为她有圣灵了 信徒啊 传道都跟她讲 你要祷告 过去也听到一些见证 你要祷告 刚开始祷告 那个鬼也走了 可是隔天又来了 就祷告的时候 魔鬼走了 后来又来 第三天的时候 魔鬼又来了 吓他 说你不要受洗 那他说你离开我 因为他以前拜其他的这个 妙园的神 那他说 那怎么办 要祷告 那个魔鬼也不走 他就很担心 祷告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然后晚上睡觉 魔鬼又来 又祷告 又不走 那怎么办 他整个晚上都没有睡觉 那他就祷告的时候 因为受不了 就一直祷告 祷告的时候 越迫切 也碰到这种事情 当然要迫切 因为他有圣灵 圣灵就告诉他 他说 你要奉耶稣的名赶鬼 他听这个声音的时候 晚上睡觉 那个鬼又来了 那就照这个 圣灵跟他所讲的 说奉耶稣的名赶鬼 那鬼马上就跑掉 他自己讲的 从这个 自己讲出来的 那个鬼马上跑掉 就像这段圣经所说的 奉耶稣的名 在主名里面 连鬼都怕了 路加福音第十章也是这样 门徒去奉主耶稣的名 去拆遣 去做了很多的事情 他们回来很高兴 为什么 主的名 连鬼都怕他们了 那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奉主名 主耶稣来到世上 要拯救我们 要拯救我们 怎么拯救 我们看这个 使徒行传的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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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三十七节 到三十九节 使徒行传二章 三十七节到三十九节 众人听见这话 觉得扎心 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 弟兄们 我们当怎样行 彼得说 你们个人要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授起 叫你们的罪得赦 你们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因为这应许 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 并一切在远方的人 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 这段圣经 彼得在这里 这样高声的呼喊 因为他们觉得 彼得讲的道理 让他们扎心 很感动 他怎么办 我们该怎么做 因为他们把耶稣 钉在十字架上面 所以主耶稣这样讲 说你们要悔改 因为过去错误的动作 过去错误的敬拜 那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了 所以他说 还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授喜 为什么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授喜 叫你们的罪得赦 有很多教会 有的人会认为说 我们的洗礼 只是一个入教的仪式 只是一个过程 但是原来 真正洗礼 最大的目的是什么 叫我们的罪得色 洗去我们的罪 那为什么能够洗去我们的罪 因为圣灵运行在当中 因为我们在主民里面 这些奉差派的人 就是传道人 我们的长子 为我们施洗的时候 他们是奉差派的 他们奉耶稣的名 他们带着耶稣的权柄 这也是主耶稣的应许 让我们的罪得色 在这个大水当中 在圣灵的运作之下 我们的罪就得色了 今天呢 主耶稣的拯救就是这样 让我们从 从水里面上来的时候 我们成为一个复活的新人 在灵里面 我们就复活了 那我们什么时候死的 前几天晚上 临床道有讲 原来就是我们食主吃了善恶果的时候 肉体没有死 但是我们的灵魂却是死的 在主耶稣拯救我们的时候 在什么时候拯救我们 就是我们愿意相信 而且决志要跟从耶稣的时候 接受洗礼的时候 主耶稣洗去我们的罪 我们就成为灵里面复活的新人 当然我们在教会里面 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个见证 在洗礼当中看到宝雪 在洗礼当中 让他感受到 这个天使在旁边 很高兴在欢呼 这些都有很多的见证 但是更重要的就是 原来我们信耶稣 让我们得救 不是只有在今生当中得到平安 让我们不再做一个空虚 不过空虚的生活 充实有胖患的生活 更重要的是 那个得救 是让我们灵魂苏洗 成为一个重生的人 让我们能够与神和好 这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借着主耶稣赐给 这些施洗的人 那个权柄 奉耶稣的名 亲爱的木道朋友 在我们这几天的步道会当中 你可能听了很多 也或许你更早以前就来了 教会有很多的道理 非常的美好 你在听的时候 或许像这里所说 你觉得杂心 那杂心呢 还是要行动的 我们醒悟 还是要行动的 那怎么行动 你要起来 要决志 我要跟从耶稣 你要取去我们的罪 主耶稣要救你 但是你要凭着信 在洗礼当中 洗去我们的罪 愿神能够祝福大家 愿神将他的恩惠 平安赐给在座的慧 感谢观看